小球友们展现球技 在对手严防下投篮命中 这是由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冲志 与南港区体育会合办的台北市社区杯三对三斗牛赛 今年迈入第二届 共分国小、国中、高中、青年及壮年五组 共吸引60对暴民参赛 其中壮年组是今年新增组别 本身就爱打篮球的黄冲志 希望鼓励45岁以上的民众 也能开心打球享受运动乐趣 我们第一届45队 第二届已经增加到56队 这是我们原先所预期的 我们也增加了45岁以上的壮年组 这一次非常高兴 报名队非常勇业 我们这个比赛 希望在南港区的东区 松山区南港内湖这四个区的东区 我们这第二届一直往下办下去 也希望南港区的体育会 跟台湾这种体育局 要多多支持我们 就来办理设计的活动 去年44组 今年5组 我们多增加一个45岁以上的壮年组 一样就推广我们全民体育运动 包括壮年 都要把它自己受造成跟青年一样 跟青年一样 所以举办壮年组 它的意义存在 像我自己也可以打壮年组 我们也有里长报名 有我们西区里长来报名 45岁以下的 它是青年组 横跨不懂世代的台北市社区杯 三对三斗牛赛 也获得各界支持 肯定对推广基层体育活动 有极大的帮助 三对三斗牛很刺激 在世界各国每个国家 都有办这个 我们今天这个社区 又在我们的活动中心里面办 又加上亲子 哇 这个活动真的是多彩多姿 我们非常非常的赞同 我们的理事长 以及所有在座所有的好朋友 一起来举办三对三的篮球比赛 东西的这个三对三篮球赛 这个我非常压抑 有包括45岁的这个壮年组的 到我们这个国小国中高中都有 我真的很感谢 长期热爱篮球运动的 黄宗志黄里长 能够在我们南港运动中心 主导这个杯赛 我希望这个杯赛能够 每年都得到我们 市政府或是我们民间团体 南港体育会的一些资源益助 一次一次的办得更为盛大 黄里长是非常用心在 这个各项的活动上面 尤其他知道年轻人很喜欢打篮球 所以就举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 这个三对三的比赛 让我们孩子们能够有机会 展现一下自己的功力 平常锻炼的成果 很受到家长和这个小朋友的欢迎 其实里长在每一个台湾的各个乡镇 尤其台北市有456个里 如果都能像黄冲之里长一样 发起这样子的自发性的运动 那你看不只是年轻人 其实他们的家长到社区的这些长辈都会愿意走出来 然后看着这么热血的活动 也会带动整个社区那种健身产业的 还有热血的情形 蒋花安市长他一直非常强调 我们运动制度的这个想法 所以呢我们在每个运动中心 我们都希望除了有好的硬体之外 我们的软体 包含我们的活动都可以多多举办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地方上 在南港举办这样子的第二届的篮球比赛呢 我们有国中国小高中还有青年的45岁以上 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好朋友 都可以再把篮球拿起来 而且最主要里长都那么认真 听说他已经办过一次了嘛 这第二届了 那像这样子认真的人 而且他也不年轻喔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啊 不知道就算了 知道了要鼓励鼓励 赞助提供冬年赛场地 南港运动中心方面也期盼持续与社区合作 让运动风气深入台北市各邻里 我们在地经营南港运动中心18年了 真的是运动人口有增加 小朋友家长都一起喜爱这样的运动 我觉得对社区的一些运动的风气啦 社区的邻居力啦 里民的一些健康休闲活动的发展 都是很有注意很有帮助的 我们南港运动中心 是一定要站在这个角色 这个立场来协助这个方面来进行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